既不允许集体抗议政府 也不允许集体抗议资本家 这视频前面技术部分有点混乱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帮大家更好的理解技术背景 一 视频的清晰度由分辨率 编码格式 码率三者共同决定 而通常视频网站只会宣传自己的分辨率 而不会提到后两者 这也是视频网站做文章的地方 因为视频的原始数据非常大 所以需要按照特定编码格式来进行编码 码率可以简单理解为编码后的视频大小 视频时长 这个是在编码的时候可控的 也就是说 对于同一个编码格式 同一个视频 视频网站可以通过控制目标码率 来最终产生不同清晰度 但相同分辨率的视频 总体来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码率越高 视频清晰度越高 由于不同编码格式的智能程度不同 更先进的编码格式 如H265 可以在相同码率的情况下 达到比就编码格式 如H264更高的清晰度 所以采用先进编码格式 成为了视频网站 节约带宽成本的手段 然而 即使采用了新的编码格式 能够节约的带宽 也是有限的 因此 视频网站近些年开始 偷偷降低编码的时候的目标码率 也就是说 编码格式没变 分辨率没变 但降低编码的时候的目标码率 牺牲了清晰度 换取更小的视频文件 来节约视频网站成本 这就是Tim所指出的核心问题 二 网络中立原则是限制运营商 而不是互联网企业的 百度网盘的限速 以及视频网站的花钱 才能看更高分辨率的运营模式 在美国是完全合法的 网络中立原则 是指运营商不能区别对待 在网络中传递的流量 比如 如果某运营商发现 经过他们的网络流量里很多 是访问YouTube的 这让他们的成本上升 于是他们偷偷给访问YouTube的流量 进行限速和增加访问延迟 这是违反中立原则的 中国的商宽的流量费用高的 另一方面因素就是 除了几个国企大运营商 中国没有公司 可以合法提供基础网络设施 这导致运营商领域缺乏竞争 以及各大互联网公司 无法像Google那样 购买Dark Fiber 来建立自己的全国范围的内容传输网络 中国没有YouTube 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都没有自己的全球性视频网站 是因为 所以 一个国家的天花板 就是政治 任何事情你扯到头 几乎都能扯到政治上 但基于我们的政治是这幅样子 所以太多的事情没法展开 最后甚至反过来 会影响国民性格 畏畏缩缩 束手束脚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还没做之前 就会不知原因的害怕 不要中国角度看世界 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 这就是我每个月花20RMB 看世界的原因 影视飓风不是小有名气 在国内 他们算摄影领域 头部了 Tim作为老板人 也挺不错的 除了公司待遇不错之外 每年新款安放发布 都会给公司全体员工 包括实习生 发当年最新的iPhone 还不是普通版最低配 是每年的256G的Pro版 比如 今年发的就是iPhone 16 Pro 256的 总结起来 就是对百姓坏的地方 是要和国际接轨的 对百姓好的地方 则是自有国情 看王局久了 最重要的 不是对这些事件的观点的改变 而是学会了 有逻辑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老王也该多看看影视飓风了 不会老是相机试焦 本质上是中国每个用户的付费能力 撑不起这种商业模式 奈飞的1080P 一个月价格110 4K要162 同样 YouTube平均每个用户价值 一年大于100美元 这样才能撑起来4K的成本 而你在中国B站 每个用户没什么商业价值 付费能力差 同理爱奇艺也是 你不能说让用户交元通的钱 提供顺风的质量吧 你觉得合理 我觉得影视飓风本身B虎断尾 没啥是王局给他一宣传 他要凉凉 B站虽然没有视频中跳出的广告 但是App主自己带货更恶心 YouTube毕竟只看5秒可跳过 王局对网络中立性的理解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网络、宽带、供应商、ISP 如中国电信、AT与AMP、T和网络平台 如YouTube、B站 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而网络中立性限制的对象是 ISP不是平台 是要求ISP作为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 不能因为用户、内容、平台等 提供不平等服务 尽管ISP的中立会促进平台 向用户提供更平等的服务 但二者没有必然联系 比如Netflix就可以根据内容的画质 采取分级订阅的商业模式 甚至直接不允许为付费用户观看 但这也不违背网络中立性原则 王局这期视频真的传递了很多的错误 或者混乱的信息 比如最基础的应该区分网络提供商 比如说中国电信与视频提供商 比如说B站 即使部分企业可以同时提供这两项服务 也应该是分开讨论的 同时互联网中立原则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更常见的情况下涉及到流量的优先级 也就是网络提供商与消费者的一种关系 而不是视频提供商与消费者 王局有兴趣的话可以聊一聊啊 个人曾经接触过视频行业 国企现在工作与美国法律有关 王局最后讲的那一段 我前段时间也在和同事说 国内很多事情明明讲清楚 很多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但政府的处理办法 永远是压制事件的流量热度 转移大家注意力来消除影响 甚至于有些事 明明政府已经出面解决了 但还是通过同样的方法来处理 一味的压制压不住的时候 只会招来更大的反噬 什么时候王局拍案能在境内播了 YouTube就在中国诞生了 小红书上别人问为什么 中国出不了马斯克这样的人 我就回答了一句 每年花大笔的钱 维护看不见的长城能出才怪 就被小红书封号30天 简直无语了 B站姓党绝对忠诚 没想到有一天Tim 也能出现在这个节目 大家有没有觉得 YouTube的4K比腾讯视频的4K清晰不少 我打开了4K 认真看完了本视频 但国内高网速低网费 的确是给百姓带来福利 想起2012年100兆的网速 一年才720元 12年后的德国同样的网速 却至少要240欧元月1857元人民币 中国网民的支出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这才是英明的政策 这才是互联网的平等 油管之所以这么强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有王菊这样的创作者 王菊频道的质量越来越高 专业水准的记者出身 还是优势很大 王菊对油管误解太大了 这有言论自由是假象 例如加萨的真相 在这就不能讲 作为程序员的我看待平台的做法 感觉完全没有问题 反而很聪明 这件事情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没有对错 只有角度不同 王菊这期的观点站边 有点太明显了 说这是欺骗消费者 损人利己的行为 你认为平台不想提供好的用户体验 增加观看量吗 如果不对视频进行优化 观众看视频一卡一卡的 这是更好的结果吗 创作者和平台用户 都是签过使用合同的 如果说影视巨峰认为这是不尊重创作者的违约行为 为什么不直接去法院告他们 视频下架了就断言 是因为政治原因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发现自己的观点 本来就没有法律依据 如果花钱买贷宽是不平等 那么我去麦当劳加钱升级大薯条 是不是也不平等 还有 王菊一直在吹油管 怎么怎么透明公平 却不知道油管最近强制家常广告 禁用Adblocker 已经被大主播们喷炸了 这不也是损害用户体验 而增加个人收益的行为吗 H265和AVE不会让画面变糊 而是更高的压缩比对网站编码 和用户解码压力变大 尤其是对于相对老旧的手机和电脑 解码H265和AVE占用非常高 还不流畅 变糊是加大压缩的同时 也降低了马率 而不是H265和AVE本身 看厅的视频也很多年了 从来都是只在YouTube上看 画质比所有国内平台好多了 只用过B站 封过我二个号 空评是一把好手 我在活着电影的剪辑视频里 发了一条治国无方 扰民有数的弹幕 结果给我封了永久 其他还有金长山评论 小粉红横行已经是多不胜数 对B站比较失望 很多字都不能打出来 比如死字要用S 很多敏感词要用字母代替 很多优秀的视频无法过审 希望国内有一天能实现部分言论自由 有两个原因造成 国内视频网站的运营成本 比YouTube高很多一 国内云服务的网络贷宽成本 比国外高很多倍儿 国内视频网站人工审核成本很高 我的B站都被封了好几次 我都没说什么特别敏感的话 比如说道路拥挤就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程度都被封禁 一句话 中国存在互联网带宽剥削 三大运营商剥削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剥削网民 这个秘密不是飓风发建的 早在直呼就有人发文章了 他们只不过是身家公下 他不光采访过库克 还采访过大导演诺兰 标题是对话诺兰 导演亲自揭开奥本海默的六个秘密 当时我也惊讶了 诺兰怎么会接受自媒体采访 王志安又是典型的不懂装懂一 油管有广告 B站是没有广告的 两者面临的营运压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飓风提到的马率问题 修改原视频的问题 在油管也是存在的 这点国外很早就有人拍摄过相关视频 这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 只是说这类技术的发展 是否影响到了用户的实际体验 二 中国不光有B站 还有TikTok这样风靡全球的平台 虽然YouTube的月活用户更高 但是TikTok的使用时长却更长 TikTok的发展势头迅猛 王志安长期典型的先射箭 后话吧 用不准确的信息得出错误结论 B站早期靠着二次元发家 本来一小众圈子 博得忠实二次元粉丝 手里拿着FGO B栏两大手游 可以说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可陈瑞野心太大了 想凭B站高年性用户模式 来复刻一个中国式YouTube 也就有了不断开拓其他业务 走向翻二次元 甚至非二次元内容 结果不仅把自己原先的优势弄丢了 游戏业务大砍翻句 二次元面临先审后拨 把基本盘快弄死了 也没把中国版YouTube弄出来 往前看一眼 东方Project 鬼畜音 MND Mad都已经消失在长河 这些属于B站 曾经最纯净的圈子 已经默默死去 我们是旧时代的残党 新时代的船 没有我们的位置 Mikifans也早已不是Mikifans B站曾经都属于二次元的 一个小圈子 可现在弄得似不像 我有时候对于B站 一些操作就会想起蒙古上丹明眼 陈瑞你妈什么时候死啊 油管从来不限流 犹太资本最有商业操守 中国始终与文明背道而驰 没啥好说的用脚投票 最近这几期节目质量肉眼 可见的下降 都有点乱说一气的感觉了 别的不说 B站从头到尾都没有广告 就非常值得点赞 油管随时随地 可能跳出广告 打断收看影响体验 这个纯就是商业模式不同 咋还扯到意识形态 极权控制上去了 之前的节目还相对中立 难道因为这流量掉了 为了拉回来 开始胡说八道了 也不用什么事 都往政治上去扯吧 没说到点子上 中国的基础设施 比如水电网络 这些是商用补贴民用 而土地价格是民用补贴商用 商用土地的价格 远远低于民用的价格 这样的好处在于 初期能用很低的成本招商引资 带动产业发展 进而带动就业 人们有了钱之后 在商圈周边买房 这个钱投入更多的土地开发 和发展基础设施 形成闭环 在大开发大建设的阶段 高效地盘活了社会资源 让整个社会的经济 快速运转起来 而居民掏空了几个钱包 甚至加了杠杆买房 在这个过程中 是牺牲的一方 相对低廉的水电器网费用 是种变相的补贴 真正高质量 有深度的社会新闻节目 只有在外网才能看到 真是讽刺 王志安的讲解 还是一团糊要讨论 为啥中国没办法 像YouTube这样的分润机制 最后整个讨论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 提供了解答 墙内就是好多细节 都让人感觉到 抠每一分钱 其实不是美国的运营商 多慷慨大方 而是人家眼光长远 让消费者感到舒服些 生意好做更大 其实几乎任何一种 让人感觉很好 很高尚的行为 都是利于长远收益的 所谓道德 就是可以用符合长远的 各方共赢的利益来解释 主要问题还是国内卷 如果像国外一样躺平 商业模式就不一样了 像我在加拿大全民躺平 但是躺平也有躺平的坏处 例如社会治安很差 罪犯没有警察馆 王菊能在油管上 每天公布 加杀妇女儿童死亡的数字吗 影视剧风听 是袁同董事长的儿子 老哥 你又在瞎扯了 B站是最符合油管模式的平台 但是B站创始人陈锐 从创立B站之初就承诺 绝对不给视频内容加广告 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并不是不想分成 事实上 因为没法在视频前后 加广告B站 一直在想法设法的 平衡公司收入和up主收入 甚至各种亏损补贴up主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在瑞叔叔身边待了三年 虽然是被裁员的 但是B站特别是瑞叔叔的价值观 整个公司和行业没人质疑 良心企业价 王菊 这叫寻衅姿势听 我谢谢你啊 我觉得影视剧风说的 就是扯淡的东西 王菊这里也在添油加醋 本来就是用技术适应前端的问题 你用手机 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高分辨率 适当降低 可以达到更好的体验 更流畅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本来是个商业问题 影视剧风 无限拔高 根本就是扯 我看了一阵他的作品 发现他的很多东西 不经意地就在炫 难听讲就是不接地气 你再看看他的背景 他老爹是某个快递公司高管 就知道这货现在已经飘了 网菊这集视频 有一个明显的技术错误 网络中立原则 只针对于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 并不限制使用互联网 提供内容服务的公司 网络中立原则 要求网络供应商 不能区分对待用户 这里的用户包括公司 视频公司是可以在高清视频上 对用户收费 美国的视频内容 提供商 比如奈飞等 几乎都是这么干的 在这一点上 YouTube反而是一个个例 王菊你要知道 你所说的国内老百姓上网便宜 是建立在上行速度 被阉割基础上的 只有更贵的商用宽带 才能保持和下行速度 匹配的上行速度 这和别的国家宽带 根本不是一码事 每次看王菊的视频 都有一种同样的观感 客观 不偏见 公正 不狭隘 犀利 不刻薄 批判 不仇视 每一期节目都很精彩 对下一期充满期待 感谢王菊 我真的懂得了 客观看待一些问题 而不是像愤青一样 只会谩骂 谢谢您 王菊将狼裁进了 成为别人的视频搬运工了 B站的视频 就没有广告 因为没有广告 所以就很多人看 王菊可否考虑 把背景调的暖色多一点 现在有点太亮了 晚上看的话 会觉得有点累眼睛 王菊 你说中国网费便宜之前 还是应该在详细调查下 中国网络资费标准 通常这样写 随便举个例子 100兆位每秒 而不是100M 所以说中国网费在全世界范围来讲 可能说最贵的 有点以偏概全了 有点狭隘了 但凡有点坏事 都想着亡党和体制上面引 像个记仇封杀 报复心极强的老小子 哈 YouTube上有言论自由 王先生 你是认真的吗 请试着做一期支持巴勒斯坦的视频 抨击一下犹太财团试试 观点基本同意 但是YT上也经常被删除立场不一样的评论 YT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互联网分两类 一种是互联网 一种是中国互联网 哈哈 我超爱的影视飓风和王局 竟然这么相遇了 视频网站提供不同清晰度 高清需要付费 其实并不违反平等规则 因为本身像Netflix之类的服务提供 商都是按DVD画质 1080P画质和4K收费的 国内如果内容提供商是商业不适 UGC的话 这点也无可厚非 不平等的是用户创作内容 本来用户上传了4K的 但平台在观看者不付费的情况下 只提供低于原最高画质的情况下 才算违反平等原则 因为这是平台在利用创作者 赚取额外的利润 而不与创作者分成 像YouTube这种UGC平台 最多就是让你跳广告 不会说你不买Premium 就不让你看4K 而B站最高规格 是需要大会员才能看的 经典偷换概念啊 B站的激励机制 确实不如以前 但是会帮助视频创作者对接商单的 我觉得王菊都没去调查过B站 真是魔争了 什么都能扯到共产党 油管有个P言论自由 王志安属于是两头流量爽吃 up街的广告 自己也看不上这句话 真是说到星坎里了 好多啊 变现手段 就是接几个飞机杯 拼多多 助免枕头的大众广告 王菊说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YouTube上言论自由 但凡我批评王菊的言论 过几分钟就找不到了 但凡我说中国好 中共好的言论 过一会也找不到了 这叫言论自由 马虑YouTube Netflix一样有压缩 这是资本世界 王菊你得习惯 王老师 麻烦您还是请教下专业的人吧 4K视频 根据设备调分辨率 这句话本身就不对 有些设备根本就打不到4K水平 跟1080P一样 不很正常吗 并不是带宽的问题 是流量的问题 压缩加分布式存储加P2P 分担了下行带宽 限速是为了限量 本来规模优势 可以摊平基建成本 但电信业是寡头垄断加半国有 下药仰编制 上药银国策 三具四具 屡线光纤这些投资都还好 但乡野基站覆盖 5G推广和千兆入户 就很难有短期回报了 另一面是零售萧条 广告投放本来就在说 B站的用户群体又不是消费主力 投的只会更少 真不是B站不想插广告 实在是B站能播的广告 基本都看不上B站 美国我们有言论自由 中国我们也有言论自由 美国我们保障言论后的自由 中国NR我们有404和封号即消失 最后一句到位 我用油猴把王局的广告屏蔽掉了 如果没有广告分成 许多人将其他创作者的影片搬运去B站 是什么目的 单纯为了将频道养大接广告 或者卖账号 而且作为原作者投诉侵权 很多时候无法获得公正处理 油管是什么很牛逼的应用吗 不是老美的航母架着 谁会用这破B up 骂B站没问题 YouTube有啥好吹的 那么多广告 弹幕功能人家黄色网站都有了 YouTube还没有 Netflix快要进国内了 但肯定干不过爱奇艺优酷腾讯 话我就先放着 乐 带宽贵是问题之一 但有没有考虑高马流的成本 嫁接到普通用户上 五千马流一个电影就是五六个剧 有多少打螺丝的工人下了流水线 回宿舍看个综艺 结果半个月流量没了 那他们还会选择你的平台吗 高马流带来的功耗 发热解码效率 确实可能你手里的阿凤无所谓 但是多少留手娃娃 用的六七年前爹妈换下来的手机 还是难以应付 应该说 挺在这个事上 就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想当然 国内平台最大的问题 还是不尊重用户 甚至是付费用户 大量杂七杂八的广告和推送 让自己落下画饼 至于内容问题 中文内容 YouTube就是使 不如B站一根 谈得上有创造力的中文 YouTube一只手鼠的过来 给国内的这种模式 点赞我一个月的网费 在国内可以包年了 看看国内网络的覆盖率 再看看这里 为了几个高清晰 而牺牲99%人群的利益不可取 阿里云盘飞会员 只有540的分辨率 其实油管压的也挺厉害 天天只会消费中国 变态心里吧 YouTube有言论自由 你在上面骂黑人和犹太人试试 还以为王菊 能真的公正公平的 说一些观点 原来还是帮助资本家洗白 为增加流量博眼球 Google就是利用垄断地位 让很多运营商 增加进入成本 如果不对 Google免费 就减低这些运营商的 进入贷宽 访问就会慢 人家就会觉得 你服务不好 就转别的运营商了 当年在欧洲就这样 所以才被反垄断调查 别的地方不知道 起码在新西兰一个手机 要50多到一个月 才是8G流量 贵得离谱 还经常没信号 大部分地区 也没有5G慢的要命 国内50元人民币 都30 40G流量 大部分地区都是5G 而且Google的广告费高 最后也是消费者买单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视频稍微糊一些 总比贷宽费用高 物价高腰好得多 王菊露 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这瓦他爸的身份 你说的是 哪个国家互联网中立原则呀 美国这些基础运营商 包括Cloud平台 贷宽速度 就是根据客户出价格来定的 Netflix都是啊 你到底搞清楚 自己在说什么了吗 根据价格 享受不同服务 违反个毛原则呀 问题是 B站根本没有广告啊 这对观众不是很友好吗 YouTube Premium 一个月试几刀 这并不友好啊 为什么只站在 视频制作者的角度 不站在更多的观众的角度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 没有对错 80 90年代 改革开放 造就一批大学生精英 本来是想先富带动后富 但是大学生读书高了 眼界高了 不能接受这样的 政治制度和环境 于是反抗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除了这批大学生 基数最大的农民和厂工 为什么没有响应这次反抗 那次运动 绝对是中共最危险的时刻 只要农民和厂工都呼应 基本倒台了 中共那时候能躲过危机 也的确是之前 照顾好了农民的利益 分地分田 还有很多补贴 农民有好日子了 谁和你去干掉脑袋的事情 顾好自己一亩三分地不好吗 那时候中国的确没法给予这批大学生 更自由和理想的环境 双方都有立场 我只能说 那时候农民没反抗是对的 之前分的地和房 现在拆迁了个个都是百万身家以上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请求懂广告学或经济学的解答下 就是对广告商而言 在视频内容里面插播广告 真的有用吗 大家看视频 不是为了看广告的 如果突然插播一个广告 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 都有点反感吧 都会点掉吧 也不会因为这个广告 而去购买商品 所以卫石膜 还会有这么多视频广告 你们都没发现一件事吗 许多言论 并不是政府封闭的 而是公司 防止某些事件 导致民间舆论过大 公司压力承受不过来 说白了许多 其实跟政治没关 完全是民间自己导致的 感谢王菊采纳建议 出了这期视频 分析得非常独到 王同学这期讲技术 还是有很多小问题的 首先 H264显然牺牲了视频的品质 属于有损压缩 H264强大的地方 在于压缩率高 损失的画质人眼 几乎无法分辨 B站先不说其他 以前还可以看看 电视剧和电影直播 突然一夜之间全部挂了 然后一大堆视频 都是在YouTube上偷回来 有些更猖狂的 偷你就算了 还冒充国外的up主 来骗人流量 我都真的服了 这些缺德的人 包容性体制 VS攫取型机制 王菊真是疯了 最近两期视频 什么狗屁话题 都能扯到权力 都能扯到中国共产党 魔杖了吧 感觉王菊 已经在轮子化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取关了 YouTube也是曾经有马率的压缩的问题 但是经过用户的抗议 他们就没有继续作恶 这就是欧美世界 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博弈 最后造成了一个自然的平衡的局面 昨天在Bilibili上看比赛 就觉得1080P 怎么能糊成这样 还再三确认 有没有选错画质 今天就知道答案了 这期感觉 王菊功课没做足 有一些事实错误 比如Netflix 明明是按照会员等级 提供分辨率的 这在国外根本不犯法 王菊你确定人快递公子哥是学渣吗 这期不错 前面你说的不对 国内平台变现这一块 是一样的 字节跳动有创作者计划 快手有光合计划 B站有激励计划 这些都是不用自己接广告 然后平台自己打广告给分成 跟油管完全一样 我在B站发视频 每个视频收入大概有100左右 而我的粉丝仅有4000 如果我自己在活动广场 接内置类型的广告 那视频将会再增加150-300的收入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只想说 中国这片土地给了我生命 让我在这里健康成长 平安老去 最后完成一个人类的一生 这里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嫌弃他 因为这里是我的根 一个有良知的人 也不会因为你的父母做错过事 就不顾养育之恩 去嫌弃打骂抛弃他们 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不能余孝 也多接触新的观点和新的角度 但永远不能被带跑 因为我只需要知道我的国家 他经历过风雨飘摇 纵使他不完美 但他一直在努力 并且保护着我 我只需要爱着他 然后做好自己生活中的事 虽然我平时对国内多有意见 但是关于网络这块 这个商用补助民用的模式政策 明显更好 我觉得 政府的做法 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 只是不让讨论和不喜欢解释 确实让很多不聪明的人觉得 不可理喻 对于这件事 我认为王局的观点有势偏颇 视频降低贷宽赚取利益 跟言论自由是没有关系的 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行业 是整个社会体制的原因 因为中共一直定位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所以他们非常在乎老百姓的幸福感 只要老百姓觉得看病难看病贵 中共就搞药品零加成 带量采购的模式压低看病的费用 但是这些成本转嫁到了医院 到了药企 以及器械制造商 最后只能是压缩成本 医用耗材质量下降 医生收入减少